被逮捕的是支柱在奇遇县草家时,午夜纸上就报明日24,嫌疑人申酒涉嫌2018年1月,只给刚出生8个月的女儿穿个尿布,并将女儿装进袋子里, 放置在自家马桶,上长大约20小时,致使女儿动乘重伤,双脚夹只一部分坏死,去警方透露嫌疑人与一岁10个月的长子和8个月大的长女三人一起生活,嫌疑人申酒带着女儿去母亲家时,其母发现外孙女双脚夹之间半清,觉得不可思议,立即拨打119报案,经警方调查后, 才发现是女儿涉嫌月代外孙女,目前,嫌疑人申酒的两个孩子,都被儿童咨询处保护起来,嫌疑人申酒面对警方的调查取证,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 他表示,我扶养孩子不顺利,没觉得女儿很可爱所以才做出那种行为, 报道着,嫌疑人女儿身上肋骨等地方约20处骨折,警方目前证据嫌疑人是否平日就在女儿大孩子展开进一步调查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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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